大家好 歡迎來到 YOLO 照顧投資分享頻道 大家都知道現在市面上都有不少 AI 套片新成功具 例如 Meet Journey, Leonardo, Ideogram, Flux 在使用上到目前為止 暫時適合印刷或 demand 應該都是 Ideogram 最好的 所以今天會搜羅一些在 Ideogram 的提示或指令 適合印刷或貼紙 有幾個原則 第一是比較易去一點 背景較簡單 第二是以卡通或水彩為主 第三是適合 T-shirt 貼紙的設計 第四是會迎合來的節日主題 例如 Halloween 那些 各位網友想認識更多 AI 的提示 都可以看到最後 我們YOLO 有兩個頻道 另外一個頻道是一個海外物業資訊平台 裡面會介紹一些海外物業和移民熱區資訊 這個頻道主要介紹一些小鞋的投資 主要介紹一些網上雜責圈用電話的東西 包括Shopify, Peepublic, Merge by Amazon 以及由這裏引申的一些相關的數碼基因 例如 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即是搜尋的優化 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 Blog, Illustration 即是畫圖, AI, 新成文字和圖片 如果一個網友對這方面有興趣 都可以看到最後 第一個要介紹的作品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貓的 illustration 我用 illustration來形容它 它比較貼近水彩的風格 這個Prom 它的優點就是 它本身就是這隻貓 首先它畫得很漂亮 那些毛都仔細 而且它後面本身是有一個圓形的背景 變成在去地的時候就會比較方便 它雖然裡面可能有些比較古怪的字 但是其實那些字和它的圖都分開了 比較容易去刪除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看它的相關的變體 比如這個 這個和這個 這個就是Prom 它本身有一個原生的相關圖 它也有些相關的變體 這些風格就會比較偏向是Line Art 有顏色的Line Art 看大家是選擇什麼 如果你選擇這一類的風格 都可以是一個選項 而且都是比較容易去看的 尤其是如果你做的Problem 如果這個Problem是跟動物或者草物有關 或者貓有關 就可能會適合一下 就算你不是這個Problem 而不是這個貓這個Niche 亦都可以把Problem 好易轉到另外一些動物 亦都應該可能會有不錯的效果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一個很簡單 但是是一個比較像日本Kawaii風格的一個熊貓 是不是叫熊貓呢 或者是熊癮 熊癮的Cartoon Illustration 你會見到它是一個很完美的Ovo 然後就是 當然你自己畫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用AI Gem 給你 就會更加方便 而且它的背景也是非常容易去的 你會看到它的變體 我覺得其實都差不多 看看你自己喜歡它 喜歡不喜歡有眼睫毛 或者喜歡它的眼珠 究竟會有兩個白點 還是一個白點 第三個 也是一個描述的 但它不算是Line Art 你會見到它是沒有黑色邊線 就是一個2D image 是有一個青蛙 就在植物下面 其實它的變體很簡單 不過當然它也有些Magic Chrome 即是它會將它稍微優化一點點 它的變體也是差不多 看看大家自己喜歡哪一個 第四個就是一些開始有text的設計 這個是有文字的設計 這個有幾個優點 首先它的字很清晰 你會見到它上方的字是彎 是有一點點向上彎 下面的字就是橫擺 其中一種T恤設計 那個字是其中一個設計的佈局 應該說是適當的設計佈局 而中間的卡通 也是做得很漂亮 以及很有趣的 你會見到它是一隻鬼 但是一隻大黑超笑著的鬼 然後就拿著啤酒 很適合一些Beer Lovers 以及這個整個主題 其實都適合未來10月的Halloween 所以如果你們不完全喜歡這個圖 如果你想有些變體 其實可以就這樣改一下相關的Prompt 以及改一些相關的字 亦都會很容易去做到相關的風格 到達第五個 第五個就是一個純黑色的Line Art 看看大家會不會喜歡一些 叫做Selvet的設計 即是一些輪廓的設計 你會見到它整個中心思想很簡單 就說它喜歡I love my cat 它就用一個心去包住它 然後後面就有一個貓的輪廓 而這個心是有一個尾巴 所以跟貓是身體一部份 所以都是一個典型的POD設計的風格 亦都很適合T恤或者貼字 亦都很容易去退地 以及給大家看相關的變體 其中有一款是有顏色的 不過我個人覺得這個Polse的位置 做得不太好 但亦都很容易去處理 這個亦都是 去到第六個 第六個就是一個經典的 一個叫做復古日落的設計 我們稱為Vintage Sunset的設計 你會見到Vintage Sunset中間 有一個描述 今次它亦都是以動物造主題 是一隻狼 而這隻狼後面 就會有一個Vintage Sunset 還有Vintage Sunset 上面和下面都有相關的一些字 而那些字都是做了一些比較Vintage 或者是有些質感的 就叫Mama Sigma 大家可以看看相關的一些變體 這個就比較有些NFT的風格 NFT即是有些Pixel的風格 這個亦都是有些復古風格 例如有些樹木 或者這個 和我剛才介紹的那個 如果各位網友 你的主題不是狼的 你亦都很容易 在這個Problem上 改回相關的字眼 而且如果你的字不適合 改回相關的字 應該都可以做到一些類似效果 去到第七個設計 就是一個純Text的設計 但是這個純Text的設計 就是有一點點 我會用一個Psychedelic去形容它 有一點點像復古 或者是有些迷幻的設計 那些字是有些比較Psychedelic 你會見到Psychedelic得利 那些字也是很清晰的 就是Thank you for the good vibes 這個就是Ideal Gramm 一個強項 就是你打什麼Point 基本上它都會出相關的英文字 當然大家要留意 所以它不會每個圖 將出來的效果都會這麼滿意 這麼對 可能這個會適合你 而這個Typography 除了字之外 它亦都用了一些花位去點出來 而它的花位 都是用Different shades of red orange 或者Yellow 所以是有一個特別的Color Scheme 還有大家看看相關的編體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類 再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Block 到後來這幾個 就會是一些跟節日相關的主題 如果大家都有到處去旅客行 其實都會知道 其實德國來近10月 都會有一個叫做啤酒節 叫Otobar Fest 德國人在這些節日中 很喜歡吃一種麵包 叫Pretto Pretto 這個Pretto 就是一個類似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它 你當是一個深型的麵包 但中間是會有通膿的 通常德國人會吃這隻麵包 可能會吃香腸 或者吃酸菜 然後會喝一大杯啤酒 都是一個很熱鬧的節日 所以10月都可以預備一些相關的主題 這個就是將Pretto 卡通化 加了一些眼、手、腳 如果大家可以 即是inspire到大家 有另外一些想法 就可以收取一下Corn 做出一些相關的設計 去到應該是第九 Maii Maii 這個就是一個 與Halloween有關的設計 它就會是4x4 就會並排出來的一些 與Halloween有關的 一些卡通化的Clip Art 我覺得它這一種Prom的好處 就是因為它本身是白色 很容易會把相關的Clip Art 是會分開的 變成如果大家混合和混合 或者這麼適合 例如4x4裡面 有一些圖是不適合的 例如這裏 這個青椒 這個小隻眼 你可以弄走它 或者你自己做一些相關的Post Editing 應該都會很容易去做一些處理 亦都可以自己選一些相關的Clip Art 再做混合和混合 再做一個自己喜歡的構圖 和大家可以看看這些相關的Variant 到最後 我覺得這個 其實不是與近來的節日有關 不過我覺得是比較難得的 一個水彩畫的風格 還有外國的一些 叫做Children's Book Illustration 我叫做兒童書籍 很喜歡用這些風格 類似安徒生童話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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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以野兔做一個主題 我覺得AI 他將出來的野兔效果都做得很好 以及中間的Decoration 比如那些花 以及去看書 以及相關的毛 都做得很仔細 以及背景都是白色 所以去地亦都做得很容易做到 以及相關的扁體 都是做得很好的 大家看到這四個 其實我覺得都非常之不錯 如果各位網友 你想到一些相關的動物 都配合這一類的Style 都可以利用這個Plump 改回一些不同的動物 再生成一些相關的構圖 再生成一些相關的構圖 今集就講關於 Idealgram的十大 一些Print on Demand 的一些Prompt 就是這麽多了 如果各位網友 覺得這個影片幫到大家 麻煩給我一個Like 如果大家想 保持聯絡 可以加我們這個電話 這也是一個WhatsApp Broadcast List 另外可以 E-mail或Facebook 聯絡我們 E-mail就是這個電郵地址 Facebook 歡迎追蹤我們 這麽多了 多謝大家 Print